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偷遍世界 他为新中国赢得广泛赞誉 他就是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 讲文化 第二 交朋友 在楚泽涵的书房里 堆满了父亲楚图男留下的笔记和资料 自从退休之后 楚泽涵就投入到了 这些资料的分类和整理工作之中 那么最近想做的就是 想把他的出访的日记 整理 叫住以后 能够给现代的人有些启迪 就看看那个时候的人 是怎么学习 怎么工作 怎么收获 而且呢 就说他出访日记里面 即使做个游记看 对当地的风土人情 历史 建筑 舞蹈音乐的描绘 也感觉是灰声灰色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1949年 新中国宣告成立 当时有苏联等19个国家 与我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为了让更多的国家了解我们 新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民间外交活动 在总理周恩来的倡议下 1954年一个新的机构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正式成立 把所有的专家学者名流 包括文化界 也包括科技界 甚至像包括周培元 包括祝可珍 这样一些专家都列为文化交流的 就是做开拓工作的一些前辈 那么在我看来 就是当时做人民外交工作 是尽量调动全国可能利用的 所有的资源 那么当时的那个 对外文学的理事的名单 和那个对外文学发起人的名单 就可以看出 这规模相当大 包括中国的文学 艺术 音乐 舞蹈 科技 等等方面的专家 组成这么一个团体 目的是让世界认识中国 让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工作 主要是组织民间团体 通过非官方的形式 与世界各国展开文化交流 新成立的协会 可谓群鹰会翠 毛顿 郭沫若 画罗庚 田汉等一大批各界精英 都在其中 在众多名人之中 由谁来担任会长 才能更好地 完成国家富裕的任务呢 这件事情是由 我们国家的那个领导 外事工作的领导部门的话 做的布置 就由他 这样一个有学者身份 我想这可能是 选派我父亲去做 人民外交工作的理由 在上级的安排下 十年55岁的楚图男 成为协会的首任会长 作为一名翻译家 1932年 年仅33岁的楚图男 就翻译了尼采的著作 《查拉斯图如是说》 和《看啊 这人》 引起了中国翻译界的关注 后来 楚图男应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 郑振夺的邀请 翻译了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古斯塔夫斯维布编写的 希腊神话和传说 除了欧洲哲学和神话 楚图男对俄国和美国的文学 也有广泛的设立 他曾先后翻译了俄国诗人 尼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 谁能快乐而自由 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业集 这些积累为他开展外交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肯定是他能够和外国朋友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和美国人 他能够谈惠特曼的诗 或者和欧洲的人和德国人 能够谈哲学 文学 哲学 还涉及到历史 涉及到传说 那么和日本人能够讨论书法 能够讨论儒学 就是这些知识 他抵御 都能够造就 一个从事人民外交工作的人的话呢 他在各个方面 他能够的话呢 表现出他自己的特点 表现他自己的阅历 表现他自己的 一些文化的抵御 除了渊博的知识 多年的社会活动经验 也是楚徒男能够当选的主要原因 另外 作为民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楚徒男还曾经与美国驻华机构打过交道 是在文艺多先生遇事后的当天晚上 那么最早的话呢 是美国领事馆 街道的话呢 曾经在美国留过学的一些 一些著名的学者 像张希若 潘光弹 就是费孝通的老师 和费孝通 这样一些当年在美国有过求学经历 而且是美国著名学校的 博士和硕士的话呢 他们找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安全 受到威胁 那么美国临时呢 以私人朋友的身份先把他们收拾起来 提供保护 那么他们就提出来的话呢 我父亲因为担任云南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 可能情况各位险恶 那么这样由美国领事馆派一个副领事 那么开了车 把我父亲接到美国领事馆 那么在那儿做了些战壁 那么在这个战壁的过程中的话呢 国民党的宪兵部队曾经包围过美国领事馆 希望美国领事馆交出这些学者 大概我记得当时是19个人 被美国领事拒绝 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贵长 楚途男能否不如使命 以民间外交的方式 帮助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呢 展现中国戏曲文化 它用金句征服瑞典王室 那么这个呢 也让的话呢 就是说瑞典的那个王室 感到中国艺术的魅力 就是女性可以把一个男爵演得很好 一个男性呢 又把一个女性演得入神入化 面对陌生的国外友人 他又如何拉近彼此的距离 他到北欧的时候 发现北欧有些人 对中国的独自百家很有兴趣 那么他们就这些问题 和外国人做过交流 1955年 楚途男接到了协会成立后的 第一个任务 率领中国古典歌舞团 到北欧五国进行访问演出 新中国成立后 瑞典是第一个 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协会选择北欧 作为民间外交的第一站 正是希望借此为中国外交 打开一个突破口 都说万事开头男 出发之前 楚途男认真地了解了 北欧各国的风俗 还仔细地挑选了随行演员 特别叮嘱务必带上梅兰芳的女儿 梅宝月 刚开始这一决定 让随行的人员感到莫名其妙 直到后来在瑞典演出的时候 大家才明白了 楚途男的用心 好像是当时瑞典的国王叫古斯塔夫 他呢 在二十年代的话呢 访问过中国 看过梅兰芳的戏 那么听说代表团的团员里面的话呢 有梅兰芳的女儿 叫梅宝月 那么指明 要把梅宝月找来 看看她有没有她当年父亲的样子 那么见了面以后呢 国王还表示有点惊奇 为什么呢 梅兰芳在中国是演淡月的 梅兰芳那个女儿叫梅宝月呢 是唱老生的 那个阎门斩子里的话呢 或者斯兰探母里的话呢 她是演老生的 那么这个呢 也让的话呢 就是说瑞典的那个王室 感到中国艺术的魅力 就是女性 可以把一个男爵演得很好 一个男性呢 又把一个蛋演得入神入化 北欧五国访问的前四战 中国代表团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然而在访问最后一个国家 冰岛的时候 却遇到了麻烦 从我整理 我父亲日记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去到冰岛 是一个陌生的 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一个国度 而且的话呢 在那地方通讯联络和国内取得 各样各样联系的机会 都不像有使馆的国家那么方便 而且又带了几十个人 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演出安全和政治安全都是问题 是会有压力的 也是感到的话呢 有责任的 当时中国和冰岛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这使得访问有了很多的变数 冰岛能否允许中国代表团入境 冰岛的总统是否会观看代表团演出 冰岛国内的民众 又将如何评价中国代表团的演出 这些疑问在出发之前 一直困扰着楚徒男 在他的出访日记中 详细记录了这次艰难的冰岛破冰之旅 据我知道的话呢 就是在交涉和最后取得签证 允许进去的话呢 大概是经过一段不算很短的时间 但是一直是通过朋友 通过当时的演出团体 希望他们能够按照的话呢 商业演出的惯例 那么给予的话呢 签证方面的方便 让他们进去 另外的话呢 再考虑到代表团团长的身份 那么希望他们对代表团的主要领导 给予外交领域 经过多方斡旋 楚徒男终于按照商业演出的惯例 成功地为中国代表团 办理了冰岛的入境签证 在进入冰岛之后 楚徒男最担心的是 从未看过京剧的冰岛观众 能否接受这台节目 那么当时是带着一个 叫做中国古典歌舞团 歌舞集团 实际上就精细和一些歌舞节目 那么这些节目的话呢 都是一些当时老百姓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 你像小放牛 吃一桌 充满着中国人民生活群绪的一些小故事 那么这样一些故事的话呢 它没有什么更面的什么说教和宣传人的教育 实际上看到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的话呢 有悲欢离合 有爱情 有生活气息 那么这样很容易引起当地人民的共鸣 中国代表团的演出 在冰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冰岛总统欧斯盖尔森和夫人 也亲自接见了团长楚徒男一行 这次北欧五国之行 让楚徒男意识到 其实很多国家都对新中国充满了好奇 民间的文化交流 正是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 交流的最好的渠道 看到了这一点之后 楚徒男主动出击 在出访期间 拜访了许多北欧著名的艺术家 做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 那么在我来看 他就是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 讲文化 第二 交朋友 他可以把中国的数字百家 中国的书法 中国的儒教思想 中国的话呢 先清诸子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和外国人交流 他到北欧的时候 发现北欧有些人 对中国的诸子百家很有兴趣 而且看到了很早就在瑞典和在北欧出版的老子 《道德经》的全文的翻译稿 那么他们就这些问题和外国人做过交流 另外的话呢 他也看到的话呢 外国对中国的文化 对中国的艺术 都是一种非常欣赏 这是一种非常的话呢 愿意接受我们的态度 这次北欧之行 楚徒南除了作为文化使者 传播新中国的声音之外 还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任务 是想办法 要把一些的话呢 去到国外的一些科学家 一些文化名人的话呢 取回来 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呢 叫熊庆来 那么这个是中国最早 在大学里面 进行高等数学教育的 奠基者和创始人之一 这个人和我父亲是云南老乡 熊庆来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 凭借熊市无穷术理论 载入世界数学史册 新中国成立之后 他一直旅居法国 楚徒南再次来到欧洲 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说服这位著名的学者 回到祖国 那么巧在什么地方呢 熊庆来的儿子叫熊炳明 是我父亲在云大福中 守着一个学生 而且两个人的私交非常好 那么我父亲到法国到瑞士呢 一般都请熊炳明到瑞士 或者是到哪个地方见面 问候他的父亲 而且表示一下的话呢 就是中国领导人对他关心 希望他回国 那么正是由于我父亲 和其他的人一些工作 就包括华罗根 那么多次给他写信的话呢 就促成了熊庆来的话呢 在1956年前后回国 北欧之行的成功 极大的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 也开创了一条民间外交的道路 中国红十字会 全国体育总会的组织 纷纷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间外交 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出京剧传统剧目 为何在演出前临时改名 面对突发情况 他又如何巧妙化解危机 那么领导演出的时候的话呢 总统派来一个秘书系 派来一个司会长的系统的话呢 就说总统身体不适 可能不能演出 1956年 楚徒南寿命带团 前往拉丁美洲进行文化交流 与北欧之行相比 这一次中国代表团 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拉丁美洲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 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 为了让演出达到更好的效果 临行前周恩来总理 亲自观看了代表团的节目 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比方说 中国的话呢 演那个孙悟空的猴戏 因为的话呢 猴子耍了个金箍棒 那动作漂亮 猴子又翻跟头的外观都 特别小孩妇女都爱看这个节目 那么这个节目的话呢 原来不是叫大闹天空 那走出来总理说 你这个大闹天空 人家就为你来造反 避免刺激人家 人家改一改 改成花果山 也是总理很细 另外的话呢 就说 你们的演出那个台上 中国那个舞台的那个演出不紧 放一张条案 两边一个板凳 另外那个条案的话呢 有个段子做的那个帘子 一边挂个黑布条 眼前一看好像灵堂一样 在外观看起来灵堂一样 它完全没有生活气息 像施亦卓这样表现一个青年少女 一个青春少女的怀孙感情的东西 从屋里摆设的话呢 摆设到灵堂 你能不能就意思稍微的生活气息 就把传统模式稍微就得改了 那么也就说这些方面 周总理的话呢 都给了非常具体 而且非常善意的 而且的话呢 是很启发这些演员和代表团领导的 那么一些建议 由于准备充分 中国代表团的访问非常顺利 演出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但是毕竟新中国与这些国家 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有时代表团也会遇到一些麻烦 到智利第一次演出的时候的话呢 中国方面的话呢 是希望能够邀请到的话呢 智利的官方 特别是能够邀请到总理 总统的来看演出 这样呢就等于在政治上 或者在道义上表示 这个政府或者这个国家领导人 对这样一个演出的一种承认 那么 中国呢是向那个智利的总统的话呢 发出了邀请 意思就是会请你来观看演出 那么当时的答应的话呢 说是 总统会考虑这个 这个意见 那么领导演出的时候的话呢 总统派来一个 一个秘书信职 派来一个司会长的信职的话呢 就说 总统身体不适 可能不能演出了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 大家都非常着急 楚途男并没有慌乱 他一边告诉大家 演出照计划准备 一边向智利官方 传递游航的信息 我父亲就随机一边 既然总体身体不适 那么请代表我 向总统的话呢 表示问号 同时的话呢 就送一份礼品给总统 就礼尚往来 就是你说不是 你身体不适 那我就把你当 我就问候你不好 完了以后的话呢 在演出的话呢 大概推迟了一分钟的话呢 对方的话呢 说要等于的 可能要人要来 那么大概总统 在收到李玉平以后 看到中国代表团 团方面的诚疑 就邀请他看戏的诚疑 非常诚恳 而且的话呢 这些人处理问题 非常大度 那么因此的话呢 在看眼前 大概几分钟 所有的演出大厅里 所有的邓都亮 总统和夫人 那么出现在 演出的那个剧场里面 亲自观看演出 而且在演出的休息时间呢 和代表团的主要演员 谈话了 还谈了很久 那么这样就取得了 中国文化代表团的访问 点燃了拉丁美洲人民 对中国的热情 在许多南美国家 刮起了一阵中国风 中国还有一个杂技节目 叫抖空竹 就拿那个竹子的话呢 一抖几十个演员在台上 一抖空竹 一响一转 而且玩各式各样的花样的话呢 老百姓很开心 那么一演了以后的话呢 总统和总统女儿 总统夫人和总统女儿 亲自去看演出 而且借这个机会 向代表团的话呢 表示羡礼 那么中国那些演员很 也很大动 也很会应付 当时就把自己手里抖的空竹 两套 送给那个总统的那个女儿 那总统也教她 那总统那个空竹 就是要玩成技艺术不困难 但是会抖起来 就大概不难 那总统女儿抖起来 就抖起来了 大家就喝彩 那第二天 就大街小巷 没有那个竹子 拿塑料做的空竹 就成为当地青年 特别是女性青年的一种 很好的一种玩具 在南美访问期间 楚图男亲自拜访了 智力诗人聂鲁达 乌拉圭画家玛丽塔 巴西作家乔治亚玛等 众多南美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凭借着个人魅力 楚图男与这些国外友人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到聂鲁达的别墅里面去 聂鲁达夫人给他们唱歌 唱智力民歌 唱得非常好听 包括刘树芳那样一些歌唱员 都对智力民歌 对聂鲁达夫人的演唱表示他 在他们海军别墅里 吃海鲜 亲手分调 那外国的话呢 吃那个海鲜 包括吃那生牡蜜 那外国是没有醋的 他知道的话呢 是挤柠檬汁的 那都认为是新鲜事 中国代表团的到访 影响的不仅仅是 所在国的民众 许多旅居南美的华侨 也深受鼓舞 一位旅居阿根廷多年的华侨 在看完演出后 找到了楚途男 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感受 当时中国在南美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建国交 而且的话呢 大部分国家还都有那个 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的 外交使节在那地方 在那留守 台湾当时读阿根廷的大使 要论资格 要论资格是这位乔林的学生 他们到了阿根廷以后呢 在布林诺斯艾利斯演出 是在那个阿根廷 布林诺斯首都 布林诺斯艾利斯最豪华的演员 在那个机场的演出 而且是演出轰动整个阿根廷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位乔林的话呢 把一个 把当时国民党政府 驻阿根廷的大使 请到家里后来 说 那个蒋先生这个政府 在中国管了这么多年 在南美没有任何一带影响 新中国成立才几年 派了八十几个代表团 在南美阿根廷的首都 最豪华的机场演出 轰动全阿根廷 他说这样的政府 你该不该支持 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演出 你应该不该高兴 作为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 在近三十年的 对外交流工作中 楚途南的足迹 遍布四大洲 在楚泽涵眼里 父亲的工作 似乎挺风光 然而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他发现了 父亲一段 显为人知的经历 赵青后来的回忆录里面的话 还讲了一段故事 说是他们在 从欧洲 做那个 好像是做 英国海外航空无私的班机 或者做荷兰航空无私的班机 飞越大西洋到南美的时候 一个发动机出了故障 那么有些人就有些惊慌 赵丹那个女儿叫赵青 看到团长坐在那个前头 诺无其事这样子 一幅很安详的声音 那么我父亲给他团人解释 这种飞机的性能非常好 现在是两个发动机 即使有一个发动机 完全停止工作 光凭一个发动机 也能把你们平安地带到 带到圣地亚国带到治理 那么大家看见团长都不慌 这么年纪大人都不慌的话呢 大家就很容易地就平静下来 这是 这个原来我不知道 我父亲也没给我讲过 我是后来看到赵青的回忆录里头 有这么一段故事 这个呢也可能看出来 我父亲的一个特点 才遇事不慌 碰见我这个的韩岚可从容 转眼之间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64年 今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已经达到了172个 中国人热爱和平 尊重文化的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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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